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接着来关注八语冲突 在说之前先给大家确认一个事情 据我的这个情报网络 可靠消息源 这个缅北啊 善邦的副司令包军峰啊 确实被云南这边给刑事拘留了 善邦的副总司令 就这样被中国警察给抓起来了 对吧 就是你做事情做过头了 中国战狼是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你们这些人手里都是中国人的血债 就要把你给抓起来 对吧 如果说在这里把中国给惹火了 这儿八经的是会给你颜色看的 至于我说 什么美国之音 什么海外什么德国之声 在那里嘲笑说中国怎么无惊没有开的军舰 去以色列撤侨 我说以色列跟我们不是盟国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 先例 他跟西方是一块的 跟西方的飞机可以去 我们跟他不是一溜的 所以说 拿这种事情来说中国 嘲笑中国 嘲笑中国的战狼 那这是非常扯淡的一个事情 这个当心是够不着的 这个话是贴不上的 那么在说之前呢 这两天八以冲都说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来说一个微观的 就是广州啊 这两天发生一个大事情 一台宝马跟这个出租车司机相撞 然后撤翻 撞到这个桥墩 直接就爆炸 烧起来 那司机活活被烧死了 你又是这个宝马司机 所以我之前就说 我说这个宝马 在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宝马怎么都是 跟负面的新闻撤上关系 我这次不是到这个 带两个香港的手下 前两天不是在这个外面 别人不是说老兵 你后面的泡房挺好看的 老兵说老兵现在不怎么打炮了 因为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 做节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 我觉得才是人生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追求 而不是说那些事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不扯了 我两个手下坐我车 说老板 你的节目里说这个宝马车 开车的这种状态 你说的没错 因为我们到时去的路上 有一台宝马M2 它好像前面弄得 跟那个赛车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蹦的非常快 蹦上来 蹦上来以后呢 转弯从来不打针的 转弯是不打针的 然后呢 从第一根道 它要超车嘛 前面不是 金户高速 苏州到无锡这一段 车流量很大的 因为无锡的外环线 跟它是 融合在一起的 车流量非常大 非常密集 国庆也是出过好几起 经常出什么 十几车 连环相撞的 它这个车 就是密度 车流量密度大 它从第一根道 能变四根道 到最外面 从最外面 可以再变过来 就走C字型的 这样走C字型的 把这两个香港的朋友 给看呆了 看呆了以后呢 然后又有一个宝马740LI 也是 旗线 开到一百八九十码 起码要有 因为我开的也不慢 一百八九十码 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然后又看到好几台宝马 反正就是变道 或者说是超车 反正贼得瑟 所以说呢 我就说过 我说这个车子 我说开起来 一定要注意 对吧 如果说 然后一旦什么 生意失败了 妈妈皮就冲向 这个人群了 然后呢 又在地下 又被人开斗气车 然后车子又爆炸了 什么宝马司机下来 又被人家给捅了 对吧 所以这种事情 在中国很多 所以我想说一点 就是说 真的 这个年头 不要跟人家去斗气 不要跟人家去搞事情 到最后你弄不好 命都没了 命都丢了 对吧 上次成都宝马 那个事情 对吧 土残不土残 被人给捅了 对吧 死了 这一次呢 你看这宝马 跟出车司机 好像开斗气车吧 还是怎么的 反正出车司机 也挺倒霉的 也被控制了 车子爆炸死了 所以 这种行为 其实就跟 以色列的行为 是一样的 做人做事 过于暴虐 过于鲁猛 过于这种 目中无人 目无法计 对吧 那两名香港手下 还说 怎么还有一菜包吗 在 拍照的 这个 在线 白石线 还只能这样子 从政治有点变过去 我说 我结果说的没错 在中国就是这样的 对吧 稍微跟人家 这个 M2 小玩了一下 那M2 也没啥脾气 对吧 都在网上天天 我看中国国内 也是在网上天天 黑这什么 奥迪 对吧 贬低奥迪 看不起奥迪 但是在高速上 你这个 不管你宝马奔驰 你是干不过奥迪的 这是实在的 日本东京 湾岸 跑得最快的 奥迪S4 RS5 就这些车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夸学系统 适合在城市上面 这种道路上面跑 可以全油门出弯 但是我说过 在城市里面 不要去表车 没意思 这个东西很危险 所以说这些大事 我们具体说个小事 具体到一些 个人的一些小事情 上面 真的要珍爱生命 在今后高速 江苏 无锡 苏州 进入上海这一段 车流量那么大 还在那个地方 瞎搞八搞的 对不对 你不是 一路走多了 阎罗王来敲门 就跟在广州 这台车 宝马120i 这台车 也是有很多的 市民反映说 竟然看到这台车 瞎了这把搞 这下你就死了 37岁 40岁还没到呢 你不是早要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不提倡 在马路上面 瞎了几把搞 虽然说我经常被宝马给挑进 顶在后面 就顶在后面这么近 就这么近的距离 顶在你后面 给你这样打针 非常危险 有的时候 被逼无奈 只能稍微 拉个速度 把他给甩掉 然后这种 他们就是从来不打针的 像我们都是 凯奥尔迪的司机 基本上都要老老实实打针的 我再快的速度 我都要打针的 所以我就说过 这就是说 任何时候都要遵守秩序 遵守规矩 规定 对吧 就像你以色列一样的 你以色列 你这个不遵守这个国际秩序 不遵守规定 到处头来 就是什么 犯众怒 所以现在你看到没有 这个以色列 拜登呢 一挥国 马上就把他给卖了 卖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外交部批评 美国阻挠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以巴局势 决议草案 联合国安理会 是18日 因美国动用否决权 否决由巴西动议的 以巴局势决议草案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 美国阻挠 安理会通过巴勒斯坦问题 决议草案 中国外交部 随时有着表示 中国常治联合国代表 在表决后的 解释性发言中 全面采出中方立场 当年拜承冲突不断升级 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 和人道危机 冲突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支持安理会 发挥负责任作用 这是一些接待 推动局势降级 恢复和平的努力 欢迎任何有利于 保护平民 缓解人道危机的倡议 毛经说 连日来 安理会围绕巴勒斯坦问题 决议草案进行的深入讨论 不断凝聚共识 绝大多数国家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 都支持安理会 尽管采取的行动 中方对美国阻断 安理会通过巴勒斯坦问题 决议草案 深表失望 对美国呢 这次呢 就是被什么 架在火上烤 你再一次站在了 全球文明的对立面 然后现在以色列呢 又爆出了一个新的 以色列呢 一直以来都在为 这个 什么加渣地在做好准备 但现在迟迟不进攻啊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不排除东东冲突扩大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巴盖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的电话交代中表示 他国援助以色列问题 导致新方面卷入 与巴勒斯坦的冲突 也就是做好准备了 现在 伊拉克美军基地已经被袭击了 对吧 也有能源受伤 房子也被炸了 我看美军好像没有什么 什么动作嘛 美国现在也是交通烂额 能干有什么动作 梅德威杰夫 中东最糟糕的选择 可能是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 德米特里 梅德威杰夫表示 只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才能永远解决中东问题 但目前各方面在追究军事目标 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 该地区最糟糕的选择 可能是使用核武器 梅德威杰夫在消息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伊朗永逸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执行自1947年以来 做出的所有基本政治决定 坦白说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 当然各方都在追逐军事目标 对吧 同样的 或者比最糟糕情况还要糟糕的是 地区大国使用核武器的短暂冲突 并有可能受到大国干预 什么意思啊 意思很明确 就是证实伊朗有核弹 有核武器 有核弹有核武器 以色列也有核弹核武器 俄罗斯已经证实了 那这个话就是已经 其实是很帮巴勒斯坦 帮伊斯兰这一遍了 你别乱动啊 你们他讲大国干预 大国干预就是什么 俄罗斯中国美国干预了 但是情况最多就是 以色列打核弹 伊朗也打核弹 就变相承认伊朗有核弹 但他也没有说对手没有核弹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不停在这里什么 进行恐吓 而且现在俄罗斯的物资 到达了这个加沙了 你以色列敢炸吗 俄罗斯过去援助加沙去了 你敢炸吗 土耳其医疗船马上也要过来了 你敢打吗 现在已经真正曝光出来 多方权威媒体曝光出来 以色列迟迟对加沙不打 就是以色列因害怕 黎巴能争夺党袭击而推迟入侵加沙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后 以色列誓言要摧毁 统治加沙第一代的哈马斯运动 但是资深战略记者以利亚马尼耶说 以色列还没有为这场战斗做好准备 更不用说与政党的战斗了 以色列似乎对入侵加沙地带有所保留 因为担心黎巴能政党运动 加在北部开被第二条战线 自从哈马斯和其他接近组织 10月7日从巴勒斯坦飞地发起 突然袭击以来 大概199名以色列士兵和数十万 数十名平民人士被关押在巴勒斯坦领土上 以色列从内塔尼亚胡 在蒙修之后的政治压力下 誓言入侵加沙并摧毁哈马斯 但现在老兵说了 这个黎巴能政党战力不容小缺 他曾经是打败过以色列陆军的 这些年以色列不敢特别造次 也是这个原因啊 对吧 他也很忌惮黎巴能这个政党党 那么现在呢 西方人也不再相信西方了 啊 为什么 现在我说过西方人对西方 不再有任何相信了 这个跟你当时在新冠时候强制 人们去打针 是有关系的 你都在打针吃药 打针吃药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侵犯人权 中国他们天天说中国没自由没人权 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强迫你去打针 但事实证明 这个针 打了就是他妈费了 你看这个美国现在还打针 没有了 这就对他整个西方的民众 你为了深恶医药公司的利益 你去随意的去消费你的信誉 去骗 那现在你说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了 质疑以色列遭报复 美政府内部氛围令人窒息 政府内部出现了沉默文化 你也感觉自己的思维受到了监管 真的很害怕被视为反美或反游分子 因为美国政府官员说 持续升级的巴以冲突 已造成双双超过四千人死亡 而办的政府对以色列的偏袒 真的让美政府内部人士感到窒息 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10月18日 引述数名美国官员的话爆料 在拜登政府内部对此次巴以冲突 开展充分的讨论已变得极其困难 特别是让那些想呼吁以色列 克制或是对巴勒斯坦 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人感到窒息 还有美政府官员谈言 不同于表面上对多元文化的宣扬 美国内部决策圈子 其实一点都不多元 而且他们还会担心报复 现在就是在拿这个东西在报复 现在美国国务院政策军事事务局的局长 或者叫主任已经辞职了 他无法忍受美国志愿以色列 去打加杀的这种道德的痛苦 他认为这是不对的 他不能昧着良心去做事 他辞职了 美国政府内部现在都是沉默 因为这很多人是白左 白左他要以爱的名义去诠释生命的意义 现在你不能让他们去爱 不能让他们去同情巴勒斯坦人 因为同情就是丢工作 丢工作以后 在美国这种地方丢工作 是很难再找到工作的 干苦力 对吧 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事务所 叫你滚蛋 因为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很多都是犹太人开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华尔街是犹太人 美国律师事务所 美国的医院里的医生 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但凡是挣钱的行当 他都要去设复 对吧 好的学校 好的教育资源 全是他们的 好的工作岗位都是他们的 美国是个什么社会 光明会的社会 而且黎巴勒斯坦人 正如党 拜登回来就怎么 推翻了这个事 拜登是这样讲的 拜登火速打脸以为 以色列媒体传出 美国参谈的风声 被拜登火速扑灭 当年时间10月18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 从以色列返回美国的专家 接受记者采访 有媒体提及 以色列时报的一篇报道 后者称 拜登政府官员 最近几天向以色列表示 如果黎巴勒斯坦人党 对以色列发起战争 美军将加入以色列国防军 打击恐怖组织的行动 拜登的回答说 不真 不真 从来没这么说过 美军没有要打击黎巴勒斯坦党 以色列他妈的 最近吹了多少牛皮 所以我说过 以色列在这样走下去 就跟广州的宝马 印太宝马一样的 最后就是那种下场 对吧 你去瞎七八糟 瞎七八糟 最后就那种下场 好吧 道路安全 不要开斗骑车 谢谢各位支持